上个星期宣布参选香港下任行政长官的前政务司长林郑月娥 早前做亲民宣传时被发现不会使用地铁卡 事件令外界侧目 香港社会人士纷纷批评她太过立地 也就是脱离民间的意思 林郑月娥的竞争对手 香港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 星期一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 当场展示交通卡 又说自己不会不懂乘搭地铁 我想始终我是四个人唯一一个有直选经验的人 就是我唯一一个有政府经验 也都是在民间拼搏了这么多年 就是有十年选战经验的人 就是一定不会说不懂乘搭地铁 那些这样 一流书役又承认林郑月娥宣布参选后 本来答应支持她的部分选委 态度有所转变 又说如果林郑月娥取得过多提名票 可能会令其他人没有办法取得足够提名 正式成为特首候选人 对于最近左派暴张用极大篇幅称赞林郑月娥 叶刘淑仪认为太过一面倒的言论 可能会带来反效果 但她说林郑月娥不用做任何事 就可以获得足够提名票 但是强调自己仍然有信心 取得150张提名票成为候选人 她有时候会尽量争取泛民的选票 同时因为担心惹来败票的猜测 最近没有和中联办接触 自由亚洲电台特业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